来关注NBA的最新赛事 七战四胜的季后赛 火箭队上拓荒者已经是1比3落后 而面对着不能再输的背水一战 台义球星林舒豪挺身而出 打出了生涯季后赛最佳的15头 9中21分 帮助火箭队以108比98击败了拓荒者队 本局比赛一开始 魔兽霍华德第一节还没打完 就扛下了两次犯规 火箭教练麦海尔只好先让霍华德下场休息 也给了好小子林舒豪在第一节的上场机会 纽约媒体曾经预言 如果这场比赛输掉 火箭将会考虑林舒豪的去留 但是今天林舒豪再度证明自己的价值 一上场就靠着超节与助攻 活络攻势 在关键时刻跟投进关键三分球 让我们再看一次 一对一毫无畏惧三分球进 不仅帮助火箭队拉开优势 也让教练麦海尔想换人都换不下来 林舒豪交出生涯季后赛最佳的15投9中 21分 四助攻 三篮板 两超节的全方位表现 让火箭以108比98击败拓荒者 在七战四胜制的系列赛追成2比3 台湾时间2号上午将在拓荒者主场进行第六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